主机 显示屏 蹦头 挂架 软带挂钩 活动快 旋感 排列槽 排列管 脚踏开关 打开电源开关 显示屏量 转速 状态 显示时间 点击设置键出现时间设计 点击界面显示的数字框 跳出数字键进行时间设计 点击确定保存时间 返回至运行界面 转速设置 分别点击界面 60 120 180 240 转速会变成设置值 点击ON键 状态显示 转轮运转 点击OFF键 转轮停止运转 取极菌培养器 样品为双层包装 先检查外包装 包装是否完好 内部有无破损 异常 打开包装 可再次检测内包装 有无异常 打开包装 先将三个绿筒 安装在牌业槽上 捋顺泵管 打开泵头 将导管拉直 放入泵头中 此处预留 一厘米左右的长度 检查管路 在泵头中间 防止卡管 拔掉针套 快速将针头 插入玻璃瓶样品中 可选择240转速 点击ON键 启动转轮 倒置玻璃瓶 可将玻璃瓶悬挂于屏架上 收集样品完成后 取下玻璃瓶 点击OFF键 停止 取夹片包 打开包装 取出帽塞 在绿桶的空气过滤器上 塞上帽塞 点击ON键 进行过滤 药液 药液完成过滤之后 点击OFF键 点击OFF键 停止 取冲洗液 将针头快速拔出 快速插入冲洗液中 点击ON键 对我们的样品进行冲洗 点击ON键 将玻璃瓶取下 点击OFF键 停止运行 取底座塞 注意手部 不要接触塞心 将底座塞旋转拧紧 将帽塞拔掉 将导管两端 两个蓝色直流夹夹上 取TSB 移落蛋白洞液体培养机 快速地将针头插入 点击ON键 点击ON键运行 倒置玻璃瓶 取下玻璃瓶 点击OFF键 停止运行 将白色直流夹夹夹住 打开中间蓝色直流夹 取FTM 留一群酸盐 流体培养机 快速将针头插入 点击ON键运行 倒置玻璃瓶 倒置玻璃瓶 培养机加完后 取下玻璃瓶 点击OFF键 停止运行 夹住中间蓝色直流夹 打开外侧蓝色直流夹 同前面的方法完成操作 培养机全部加完后 先打开泵头 夹住导管末端直流夹 取无菌剪刀 剪断止流夹前端的导管 将剪断的导管 插到绿档的空气过滤器上 在绿桶上记录相关信息 实验结束后将绿桶放在规定温度下进行培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